。 娘娘 您这都跪了一晚上了 再怎么跪下去 人会熬不住的 那好歹 您喝点水 奴婢给您熬点粥去 玉妃娘娘 皇上说了 若是为奕昆公娘娘来求情的话 那就不必了 荣沛 奴婢在 奴婢在 娘娘怎么啦 扶我起来 是 慢点 去衣柜那儿 是 把衣柜打开 我 娘娘这是要 做什么 你还没回去 臣妾 臣妾有事恳求皇上 都到这个份上来 你还要替如意求情 那夫人是姐姐 唯一的至亲 如今忧伤临时 后事无人看管 臣妾恳求皇上 准许臣妾去易坤宫 见姐姐一面 就当是 问一问姐姐 对那夫人后事的安排 朕已经许了 那夫人后葬了 皇上既然已经 后葬了那夫人 可见 也视她为至亲 臣妾恳求皇上成全 见完了 立刻去圆圆 臣妾谢过皇上 姐姐 皇上要我立刻去圆明园 为永齐主持后面助导的事 你也帮我给永齐 每日都上炷香 我会的 娘娘 该吃药了 一会儿一会儿 时尔阿哥 姐姐也不必太担心 皇上留了她在协方殿里 荣妃也会帮我多加看顾的 虎云角的事你查得怎么样了 自从姐姐交代之后 我便让人在永齐府里一一盘问 这说来也奇怪 虎云角自从到了永齐府邸之后 从来就没有回娘家醒过亲 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 除了偶尔来我这里情安之外 都跟永齐待在一块 也看不出来会受谁指使 她跟你情安的时候又何一样呢 她的话不多 平日离在我这儿 也是待一会儿就走了 不过我听下人们说 好像她每常进宫一待 就是大半日 会不会是去御花园闲逛了 还是做了什么事 姐姐 你怎么磕成这样呢 吃药吧 无法 那她和永齐在一块的时候如何 她和永齐平日在一块挺好的 不过有一件事 说来我就生气 她跟福晋在一块的时候 总是热水沐浴 但是 偏偏和胡云角在一块时 胡云角总纵着永齐的脾气 让她冷水沐浴 衣着单薄 甚至有的时候 还跟她一起共事寒粮之物 永齐的身子 哪能这样受寒 劳累 她这样伺候永齐 不就是要她的命吗 我在派人查胡云角遗物的时候 还在她房中的首饰盒底下翻到了这个 什么药房 藏得这么仔细 这上头也没有姓名 看着倒是有些年头 我觉着有些奇怪 便拿来给姐姐瞧瞧 寻常药方都写明写信的 这个确实有些古怪 你去圆明园之前 让江雨冰细查 胡云角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都不要动 仔细查一查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姐姐放心好了 我会找人办妥的 除了再查胡云角的事 有几件事 你得去办一办 姐姐吩咐下来 我一定仔细去办 一直这么渴吗 我会找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